又下一節了 喂!很快又一節了 今天輪到爆什麼? SHF SHF街霸系列 第五彈,北京北角來到 喜訊就是這個系列 終於不是街霸五 變回Street Fighter 用回最經典的造型 去出這些角色 它是不是豪鬼初登場的樣子 我想這個是萬能 拉手來的,我估計 即是沒有特別第幾集 所以它應該沒有限制 即是傳統豪鬼,姑且稱它為 是的,好 大家看到桌面也有一隻 阿龍 同系列的阿龍 但其實我看回一個盒子 它比阿龍大了一點 連豪鬼也有新高差 都是巨大了一點 整體來說 你開一個圖案 好 阿祖,你有沒有打架爆? 也有的 當年 你打,你打 你是CADCON粉絲還是SNK粉絲? SNK 哦 SNK 首先 是街霸粉絲 街霸,OK啦 你街霸4的DJ 很認真 我還有EHONDA 還是EHONDA和DJ 街霸5 有 有 有 但接下來的Arcade Edition 有沒有玩 有 有 少 因為不是太多時間 另外一個世界 很有趣 而且它近日也公佈了 剛剛洗版 洗得很厲害的 MOS HUNDERWORLD 也公佈了 會有阿龍和Sakura 亂入 而它們打怪 除了用武器之外 也有拿手的 波動拳 升龍拳 所以很有趣 因為它也是拿來谷Arcade Edition 大家看看 配件就看到這麼多了 比較精簡 沒錯 因為豪鬼是屬於一個力量和技術型 都去到頂尖的人 所以太多余部件 是不適合它 我也很理解 沒錯 它的手型方面 有擺架式的手 擺架式的手 出波動拳的手 作為一個格鬥家 它這套工具已經很足夠 還有一個波動器 好 還有不同的仰魂 它有三塊臉 有兩塊臉相同 但它的眼神是不同的 一個望前 一個望左 然後另一個人會生氣 因為它看了一個是放什麼 放置自備出波 或者放架式的動作 它是側身擺的 我想做回2D的感覺 可能戴灰色面會好一點 黑色爆 我先說 對這款的看法 始終 例如Storm 有出豪鬼 之前Kid Logic 出的1比6對豪鬼 豪鬼的玩具 例如Sota Necca 通通都出過 那麼多款 豪鬼裏面 各有千秋 但這款我不是說它不靈 我個人覺得有兩個部分 廠方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 就是它的膚色 膚色我覺得它不夠深 這個膚色是有少少靈 加工是燒光 第二個問題 就是它頸上很有代表性 它應該做些粗大粒 但它這個版本可能就是初代豪鬼 初代豪鬼 初代豪鬼 沒有那麼誇張 它好像去到街霸四的時候 突然間 四是特別大 而且肌肉也比較粗壯 對 剛才阿迪說它有新高比 大家可以看 你現在擺這個 我想你以前的那張圖 它整體上所有東西都比阿龍 比阿龍少少的 可動位置其實都和阿龍 你看手臂真的很遠 可動位置 譬如說阿龍因為它劍到 背心有雞翼咒 雞翼咒 而豪鬼是沒有的 我相信豪鬼的可動幅度會高很多 但其實有些師兄 曾經歪開來看 它的素體是很好的 我估計會推出 因為這個版本沒有天字 它有機會會推出其他不同的豪鬼版本 但依舊也是這樣說 這麼多公司出的豪鬼 我其實很想它出街八四 那隻 那隻 ONI 是 露鬼 做些姿勢 即波鬼化了之後 是 額頭有角 頭髮長了 是 豪鬼 表演一下可動性 可動性 可動性就不容置疑 SHF 它真的厲害 阿龍的可動性 你覺得會不會 其實都很好 兩個都很好 如果把碗來說 SHF 真的 都沒什麼 但性價比是好的 SHF 對 那 就 出什麼 幾錢 三百多 這個三百多 SHF 都算有良心 哦 他給你這麼多 那 哦 有Stand 出波的Effect配件 那 還有 它 在鏡頭底的Effect 好像發光 其實不是發光 因為它有一個Backdrop 對 有Backdrop 有Backdrop 但是Backdrop的景色 就不是初代 咦 這個 這個好像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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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Backdrop 看到 其實是U字型 方便你站著 對 我想問一下 它可不可以對應一些 雲Stage 那些 一定 XHF 對應 可以玩星龍 那些 那些夾腰 那些夾腰 但它有沒有金 要讓我付錢買 是啊 是一向的 Bandai 是很好人的 一定要你買的 對 那 因為它可以 這隻手向前 它出波動拳 你遷就位置 即是它肩膊 也有一個拉出色關節 拉出色的 那你就可以 盡力拉 對 盡力拉 即整個背部好像 不過你問我呢 我覺得它的上半身 譬如是胸的部分 我其實覺得它座口 會比較好看 好 那你就拉動 可以出波動拳 還有放在架式的手 當然 如果它出雲眼部件 透明的天智 應該都不可笑的 還有 我想它可能有整個 電影波動拳的效果 然後 有2P的顏色 那變成SHA這個尺寸 就非常好難 變成你玩格鬥 真的出心意識 即是 我自己叫這些 做桌上玩具 是 因為它是適合在桌面上玩 是 不是說擺櫃供奉 不過我 我為什麼這麼關心 它的鏈呢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 它的小問題 因為它的鏈不夠大 是 會變得頂住了 一條頸 是 好了 那我都 示範完 換臉 應該都是 就是我這樣拔的 又是一罐的 先脫頭髮 這個不是 直接拔嗎 直接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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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這個沒有的 直接拔出來 兩粒順位 很簡單 不過 它剛剛剩下頭髮 這裡可以做一條 逐個分子 不過 它真的 可以做太亮了 出來看看 它的光澤很奇怪 臉孔 是啊 太亮了 我覺得它 是啊 太亮了 其實你的意思是 整個皮膚的顏色 也是 是的 而且不夠深色 嗯 很奇怪 其實這些玩具的東西 以我理解 很多時候 你都是給一個 license 就是 控制 可能那個 license說 要淺色一點 你出去不上 還有它 其中一個 我覺得挺奇怪的地方 就是它那雙拖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它那雙草鞋 少了一條 沒錯 它不是人字拖 咦 它不是人字拖 怎麼穿的 它就是一條 打橫 其實很不合理 是不是 就是 小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 都住過屋邨那些 是 你玩 踢人字拖 到極限 那顆的斷了之後 整隻鞋 都會向後退 整個鞋底向後退 然後就扣在那裡 但是我不明白 我就會扔一雙鞋 我就不會扣在那裡 哈哈 但是會的 很尷尬 斷了中間 摺著腳趾外 整隻腳都會滲出來 但是它現在 就是它腳的位置 就少了那一條 是不是它設定 設定是有的 設定是有的 我記得以前 設定是有的 是吧 是有一點點 兩隻都是BANDA 是 有一點點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 用輕拳 輕拳 輕腳重拳 這招 嘩 然後玩這個 一個大天字 然後就關了 本來應該是有天字的 不過我也有打過這個機 但是就不打多 但是我覺得造型 其實它們都跟得不錯 算是不錯 它的造型 其實我現在看它這個 你說它像遊戲裡面 我又覺得差一點 反而像街霸的時候 有推出過OEA 是 有一集它們在印度 在廟門口擺地攤 不知賣水果 什麼東西 出一出的 它很像那個樣子 好像海彈 是啊 瘦瘦慢慢的 看上去 但其實如果 以相識和造工來講 我欣賞阿龍 因為它那個 布的建議 有布紋 有布紋 以及所謂的陰影 那個質感好很多 但是呢 千萬不要長期屈 我這個呢 就是因為出色龍拳 貼著這裏 就這裏 這裏 這裏 我刮到 因為我長期碰著這裏 這裏 有位 觀眾說 頭部好像很大 就是因為我 你講的是豪鬼 豪鬼基本上 整隻都大的 你看一下腳板 手瓜 比例又OK 我試一下這樣 可能我的鏡頭在上面 會有個錯覺 所以我是喜歡 它比較 譬如胸部可以做得厚一點 這個上半身 整隻手 拿回平衡 就好看很多 如果胸口 可能會令到你很多 雙手向前擺的動作 可能會阻礙一些 示範一下背部寫天字 哈哈哈哈 誰寫大字呢 哈哈哈哈 乾杯補春 沒有補春 接下來有阿Ken 有 春藝出來了 Sakura 春藝出來了 春藝出來了 他出來了 他出來了 比較可愛 比較人類的 這個設定 很可愛 這個樣子 但阿Ken就跟回以前 舊街霸的阿Ken 出了少許意外 他 他 反轉了 好奇 哇 直播都是反轉了 好了 那我們就買單 這樣錢吧 你最想主觀的限量 買單了 好 拜拜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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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哇厲害